Hello 欢迎回来 我们要先为大家采访到的是 刚刚的拿到胜利的 IJ战队里面对小洛同学 来给大家打听到 Hi 大家好 我是IJ路要路分布经理小洛 小洛刚跟我开玩笑说 哎 你要采访我 我说对 他说是赛前采访还是赛后采访 我说赛后采访 他说啊 那就好 不带这样黑的吧 过分了 最关键的是 大家可能都知道 宝大王现在在咱们的 LPL夏季赛的赛场上 已经成为一个保明灯了 请 好 请 可以了 这个话题到此结束 这个其实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好了 这个回归正题啊 刚刚也是要恭喜一下 IJ有拿到这场比赛 我在刚刚也是看了一下 你们的这样一个数据排分表 大概是七胜 加上这场是七胜五负吗 正在排在第四第五的位置 然后你自己对战队 现在的成绩满意吗 自己应该是不是特别满意吧 因为主要我们来赛季赛 可能大家也都知道 因为春季赛打得比较不错的 那就是以练兵为主 但是最近的一些状况 可能练兵起到的这些作用 并不是特别好吧 因为毕竟没有拿 就是拿出来的东西 并没有让大家眼前一亮 甚至说并没有让我们自己 眼前一亮的感觉 也不是我们现在在尽力的去调试 因为这个S3的资格赛 已经迫在眉睫了 希望大家再给我们一点时间 我们尽快地把状态调整到最好 来拼这个S3的资格 就像上次我采访到一个IG的粉丝 他就说没事了 这个我们要把眼光放在世界上 我们的S3总决赛上拼 其实想说是可能 IG相对于春季赛 就是夏季赛的这个 这个成绩可能不是那么的稳定 但是我看到这个 在小乐代理下 队员们一直是在坚持的 在努力的在调整 包括前一段时间 可能PDD胳膊受伤了 所以大家也是很关心 现在他身体状况怎么样 还不错吧 而且现在队伍在PDD 这个老队长的带领之下 我们还坚持了身体锻炼 以前可能锻炼是每周一次 现在我们基本上 扩散到每周四次到三次到四次吧 可能只有来太趟打比赛的时候 是不断练的 这样的话就是希望队员 能够把自己的生物中和自己的 生活习惯调度更加正常一点 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比赛 不单是要拼自己的这个操作 还要拼自己的脑力和体力 那么良好的体力 应该会对他们的这个身体状态 还有这个比赛场上的状态 有更好的调整吧 现在我觉得包括 不光说是专业的训练啊 这个身体锻炼也是真的 非常很重要的一部分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平时怎么样一个 就是锻炼这个体力方面的一个练习 这个很简单啊 就PGD把影子抱起来 上上下下所有的品牌 是这样这样的 我们经常会这个组织 因为我们基地还是离体育馆比较近嘛 那所以说经常会组织 大家一起去体育馆 进行羽毛群乒乓球 游泳方面的锻炼啊 而且大家抱个料 PGD的游泳还是很不错的 真的啊 看不出来 对上次我采访到他的时候 他说他自己是一条飞鱼 然后当时我就惊呆了 是他 你确定他那个飞毒的是一声 不是二声不是肥鱼吗 当时我就问 不是河豚吗 这个 就是这样的身材 他还游得很快 说明这个 还确实身体素质也是很好 当然呢 我们是希望这个 每一名队员啊 除了就是很加紧 很努力的这个专业训练 也是要多多自己 注意自己的身体 希望他们能够发挥最好的一个状态 来进行每一场对决 这边领队有没有就是在这边 很想要对自己队员所说的话 我想说的就是走上这条路 其实像走独木潮一样很不容易的 有些可能高考的考生会感觉 你们这个程序这条路应该是比较轻松的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这条路比高考要更加独木潮 那既然你选择这条路的话 希望他们能够把自己的初衷 和自己最初对电竞的信仰来带到赛场上 不要让他在逐渐的一些光环和这个掌声中消磨殆尽 我希望我们IC的队员 包括我们所有电子竞技的队员 都可以在从这个赛场走到国外的赛场 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 也给我们国家的电子竞技争得更多的荣誉吧 希望他们加油 不愧小洛是当过姐说的 真的太会说了 说得很好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 这话应该是不光也是对IG的队员说 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英雄联盟 包括所有电竞队员说 也是希望他们每一个选手吧 能够塞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当然这边也是要给IG加大油 希望他们越打越顺好吧 还有YCO马上是YC的比赛 大家不要走开 好的来谢谢小洛 谢谢